知名主持人余美人去年投入立委选战习败 现在竟然因为倩辛没有帮公读申保老保 跟选举团队闹翻了 被幕僚告上法院 其中一名前助理指控 光是他个人就被击欠了20万的加班费 过程当中反映还被余美人言语暴力 反向不要坐地起价 而对此余美人亲上火线来澄清 他连讲了三次没有否认倩辛的指控 强调加班费都已经包含在薪资当中 现在一切交由司法处理 再额外加发一个月 拿出资料强调不止没欠辛 反倒还加发薪水 主持人余美人竞选立委习败 现在却遭控欠辛水 还被幕僚集体告上法院 前助理控诉 先是有公赌身 被要求签欠结书放弃劳保 大批幕僚连续上班7天高达50次 还曾经连上班28天 每个月至少加班80小时 却拿不到加班费 劳资纠纷协调时 余美人的律师表示 每个月工资已经包含加班费 选后也有个别付离职金 但公赌生为投保劳保的部分 劳保局已经开罚 没有 没有 如果有错 我们一定会改 我们也会不会亏待我们的年轻人 对一个无党籍参选的人来讲 我心光明 面对指控 余美人亲上火线澄清 但不仅加班费 前幕僚更控诉 选举期间 余美人不愿意站路口 认为团队不够努力 频频被他言语保理 劳资争议调解不成 目前已经有两名幕僚提告 到底有没有欠薪水 只能交由司法理清 街上黎明州台北采访报道